猜犬多久换毛 其实每个小狗狗呢 可能从出生开始 他就要经历第一次掉胎毛这个时间 有很多人呢会选择 可能人为的去给他去剃 那即使你不剃呢 他会选择慢慢的去脱落这些胎毛 大概时间呢是在四到六个月之间 那么即使是成年犬只之后呢 每年他们也会有自己更换毛发的一个计划 因为应对不同的温度问题嘛 所以我们会发现 小狗狗不用穿衣服的原因也是在这 他们会很好的去调整自己啊 毛发的些许的长度变化 或者是密度变化 或者是是否长出绒毛 以达到郁寒或者是 就是散热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体上呢是在春秋两季 在冬天净春天的时候呢 他们会把自己的绒毛慢慢脱掉 这个时候的掉毛是尤其厉害的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在秋天的时候 那么秋天入冬的时候 它会长出绒毛 这个时候你反而不容易发现 因为你会看到的是 可能只有些许的一个长毛掉落 二种毛的话 它自行长成 并不会给你造成多大的一个困扰 所以在成年的时候 每年可能没有碰到两剂掉毛 然后在幼年的时候 大概是四个月 那么就会有没有碰到老师 那么我们也有一个困扰 就是这种人的头发 那么我们就能看到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的 这个时候是有很多人的